這些要講的是滲透 所以滲透是怎麼回事 有在喝逆滲透 RO 對啊 RO是 什麼 有在喝RO 那RO是什麼現象 逆滲透 那要了解逆滲透先了解滲透 滲透是怎麼發生的 有一個濃度差 有一個濃度差 兩種容易在各一邊 中間隔一個半透膜 半透膜誰可以通過 只有水可以通過 那所以它為了兩邊濃度不一樣 所以為了要最後的目標是什麼 達到濃度一樣 那所以要那個兩邊液體會怎麼跑 水會從高濃度的往低濃度的跑 因為只有水能通過嘛 水會從那個這邊 第一個水會從低到高 去讓兩邊的濃度最後達到一樣 因為只有水能過 融資過不來 所以就變成水會過去 去讓兩邊的濃度變成是一樣 那背後原因是什麼 它最後要達到平衡 也是要跟自由能有關係 就是要不用它居要的一類 好 Osmosis 那是源自於希臘的自根 Osmos Osmos meaning 它的意義是驅動力 驅動力 driving force Osmos 好 那所以這個是滲透 那逆滲透呢 Reverse the Osmosis Reverse the Osmosis Reverse the Osmosis 那 逆滲透怎麼發生 濕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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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咧 一方面 你濕壓如果剛好等於 滲透壓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 那就不會跑嘛 水就過不來 因為你剛好把它抵住嘛 水就過不來 你把它的 driving force 給擋住了 那你如果濕的壓比 它的滲透壓更大的時候咧 水就會把它再推回去嘛 因為你這邊的這個 逆滲透的壓力比滲透壓要更大 那所以本來這邊是容易 就是有一些雜質的 你經過逆 給它一些 你給它濕的壓 大於它的滲透壓的時候 水會跑回去 那你在這邊得到的 就是比較純的水 所以我們通常說RO 它是經過純化的水 所以這個純化過程怎麼來 就是透過用這種 逆滲透的原理 讓你施加壓力 讓它的這個 克服它的滲透壓 把水把它硬擠回去 因為只有水 你通過融汁過你去嘛 那你最後得到的這邊呢 就是高純度的水 那這個背後也是跟熱溜血有關係的 好 那怎麼去計算逆滲透的 滲透壓 那你怎麼來的 你從那個PVMRT那邊變形 那只是這邊的P 因為去描述的下一個滲透壓 所以變成Pi 用Pi來描述 然後V除過去了嘛 V跑過去變成V分之N 就是什麼 就是M 對不對 就是M 那因為這邊還要考慮 異數性 異數性值 所以那個I再乘上來 所以就得到了這個Pi等於IMRT 對 的關係是 從這邊可以去算 滲透壓 有沒有學過這個 本張容易 高張低張 有嗎 這個是跟 哈 那邊 你說什麼 對對對 會爆掉 為什麼會爆掉 跟滲透壓有關係 Hypertonic Isotronic Hypertonic 這個低張 本張 高張 那在等張的時候 假設這邊有一個膜 一個膜 細胞膜 或是什麼膜 等張的時候 表示內外的壓力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低張呢 那低張的話 是If the medium is a hypertonic 的話 一個solution 它的水會怎樣 水會從外面進來 它會脹掉 好 所以為什麼 鹹水的魚 只能住在鹹水 淡水的魚 只能住在淡水 那 我們來想一想看看 如果現在是一個 鹹水魚 它跑到 海水魚跑到淡水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爆掉 會爆掉 因為水會 會進來 那如果 反過來 淡水魚跑到淡水 會脹掉 好 好 所以這個都跟 滲透有關係 好 hypertonic 植物體 植物體也是 生物體 植物體 這一個題目 有沒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有 有 有 以前有做過嗎 對 對 這個就是一個 典型的滲透的問題 對不對 血液的 平均滲透壓7.7 然後你注射純葡萄糖的時候 那為什麼葡萄糖濃度最好是 0-3 是不是對的 怎麼去決定 那這個很熟的話 換你們來講給我聽好了 來看一下 如果是純葡萄糖的話 它的這個 你帶進去嘛 π等於IMRT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你需要的那個 濃度最好是多少 怎麼算 你現在要的是IM 那葡萄糖的I是什麼 E 對不對 好 E它不會減0 就是E 然後IM的話 就把這個式子 大概調整一下 π出於RT 算出來在0.3 因為這邊滲透壓是已經知道的 然後就出於RT B 那B呢 如果靜脈點D 水溶液中 只含等莫爾素的葡萄糖及食鹽 那食鹽的濃度最好是0.15m 對嗎 如果又有葡萄糖 等莫爾素的葡萄糖跟食鹽的話 低素性質 I是變成多少 I是3 那因為葡萄糖是1嘛 然後食鹽呢 NACL 所以I等於2 所以整個是3 那因為I等於3 所以 那個 等莫爾素的這個葡萄糖跟食鹽的話 食鹽的濃度最好是多少 0.1 3m等於1 Im Im等於0.3 所以3m m等於0.1 C C呢 看一下 如果人的紅血球放到0.2m等 NACL中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揍縮 你順上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用那個 蛤 對 ImR 拍的也 ImRT 你就帶進去 那現在是食鹽水 你就算食鹽水在0.2m的時候 造成的滲透壓 然後去跟血液的滲透壓去比較 都是大小問題 好 你就帶進去 Ie現在是食鹽水所以是2嘛 好 2 然後mRT帶進去 m是 如果是0.2m的時候 乘上0.8乘以T RT帶進去是多少 10.17 算出來的滲透壓 10.17 但是血液的滲透壓多少 7.7而已 所以表示 表示什麼 蛤 會 會 蛤 會 蛤 會縮起來 那第一呢 剛吃飽的時候 血液的滲透壓 平均滲透壓會略高 血液才降低 對嗎 剛吃飽的時候 血糖會升高 對不對 血中的那個 葡萄糖的濃度會升高 所以滲透壓會變大變小 蛤 變大 對不對 變大 變大 那所以那個 隨著葡萄糖的濃度 一開始 剛吃飽會升高 然後慢慢會再降下來 好 所以這一體是這個 這個 滲透那邊 蠻漂亮的 蠻點型 具有代表性的問題 而且跟生物體有關 好 這個RO 好 好 這邊差不多了 膠體 它也是 容易 廣義的容易的種 這個是我們剛剛看到那九種列神表的一個形式 以前有沒有學過Tinder效應 有啊 它跟什麼有關 就是跟光照過來之後 如果是在一個懸浮液當中的話 對 光的那邊 scattered 現象 好 順便 聊一聊 light scattering好了 光的閃射有哪一種 光啊 所以我們平常都說光的反射 scattered 閃射 折射 透射 透射 繞射 乾射 乾射 好 那我們如果單從scattered 光的scattered的話 有幾種 一種叫做雷力閃射 有聽過嗎 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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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ttering 它是一種彈性閃 光的彈性閃射 比如說你給它多少波長的光 它閃射的時候就是多少波長的光 這種叫做雷力閃射 那還有一種叫做拉曼閃射 拉曼scattered 有聽過嗎 拉曼 不是拉米 拉曼 拉曼scattering 拉曼的閃射它是非彈性閃射 有沒有聽過拉曼光譜 拉曼光譜 它是也是振動光譜的一種 好 振動光譜分成 主要最常見兩種一種是紅外光譜 一種是拉曼光譜 那這兩種光譜 它能夠都能夠提供一個分子 或者是一個物質 它的振動能值結構 但是呢 一般的FTIR它怎麼做的 它是吸收光 但是拉曼它是去測它的折射 scattered 光的scattered 那它這個光是非彈性的閃射 所以它會有涉及到一些能量的得到或失去 一些能量上面的變化 這個變化必須要剛好是它的能階差 能階差的變化 那所以它可以透過拉曼這種非彈性閃射 得到一個物質 它很detail的一種振動能值結構的變形 拉曼光譜 那還有一種是me scatter me scatter me scatter 這也是光的閃射一種 它是在討論一個球形的物質 它吸光之後它的閃射 那這個閃射的程度的話 也跟它這個球形物質的大小有關係 所以我們如果去測量紅外光譜 它有的時候它的 你們有 實驗有做紅外光譜嗎 對不對 它的基線不是應該要平的嗎 基線 baseline 照理說應該要平的 但是有一些情況下 它的baseline會有一些tilt 會這樣寫起來 那種情況往往是它會有 me scatter 就是你如果pollicle太大的時候 它會有這種情況 那再來就是tindle tindle就是tinder的scatter 那tinder它是專門的 它跟me有一點像 但是又不一樣 它是特別針對這種容力 它是在懸浮液當中的時候 交替容力它的光的閃射的情況 好 好 那容力的部分的話 大致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昨天跟大家提到那個 鐮刀型瓶血 這邊剛好有一個 放一個圖給大家看 這種是鐮刀型瓶血的時候 就是不正常的血龍蛋白的聚集 它去改變了它的清水性跟疏水性 它只是在其中beta上面B6個 氨基酸上面 本來是清水變成疏水 那它就本來是四具體的 有沒有看到 本來四具體 但是它如果變成 本來清水變成疏水性的話 它就自己跟自己聚集 所以你看到這個是一個 一個四具體 四具體 四具體 這樣聚集起來 變成一個長條型 然後會這樣 在血紅 血紅 紅血球裡面會變成這樣彎月的 彎月型 那它會變得比較硬 因為它是好幾個蛋白質 這樣聚集起來的 它會比較硬 不像紅血球這麼柔軟 那所以到了比較細小的 這種末梢血管的時候的話 就容易卡住了 就會卡住 那那個末梢的組織 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得到良好的血液循環 得到氧氣 然後就會開始發生一些 組織壞死 或者是一些疾病 就會發生 所以往往血液疾病 通常都會涉及到很多的副作用 或是一些疾病 那都是源自於血 血紅蛋白 它沒有辦法正常的 輸送氧氣到它該去的地方 所導致的一些效用 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你們會發現 其實我們討論了這麼多 都是在討論分子間的作用力 往往都是分子間作用力的改變 包括我們今天討論到的這個 增激壓的下降 或者是肺炎上升 顧炎下降 都是分子間的作用力 在改變所造成的 有人看得出來 這是什麼東西 血脂蛋白 它是像這樣子一種 血脂蛋白的那個 膽固醇 膽固醇 其實我們說膽固醇過高不好 過低呢 也不好 其實膽固醇在我們體內 它是有它的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膽固醇它是油性的 它是輸水性的 那要怎麼樣融在血液裡面 這樣子輸送到全身 它一定要借助一些有清水性的物質 去帶 那所以我們蛋白質在體內去做 運輸送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借助這種 Liproprotein的 血脂蛋白的結構 那血脂蛋白它的 它的主要的構造 你把它用那個Mosaic 就是馬賽克 你看它的大圖像的話 就是一個cord 一個shell 就有核心有核層 這樣結構 它有一個hydrophobic的cord 那裡面的話 就有包含了這個膽固醇 還有它的延伸物 還有一些酸酸甘油脂 然後外面再有 藉由清水性 具有清水性的這個 phospholipid 靈脂質 還有一些那個 Liproprotein蛋白質 具有清水性的 這樣把它包覆起來之後 去運送 那血脂蛋白有分 有分喔 分成HDL LDL有聽過嗎 血脂蛋白 我們常常在討論那個 那個什麼 膽固醇過高的時候 膽固醇的藥物 通常它是要降低血脂蛋白 但是呢 有血脂蛋白也有分 HDL、LDL、IDL跟VLDL 那這個都是它的 Corn shell的成分組成 不一樣的時候 它會造成它到底是 它還有能夠 取得能夠運送兩部醇空間 還是說它已經飽和了 那通常的話HDL它是 其實是有益的 有益的血脂蛋白 這個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下次看到這個字 或是LDL的話 這個指的是 High Density 高密度血脂蛋白 Lipoprotein 那它的protein的密度是比較高的 相對的 相對的 protein的密度比較高 然後LDL是Low Density Lipoprotein 低密度血脂蛋白 低密度血脂蛋白 那它的protein的成分是 稍微比較低的 那IDL是介於這之間 介於低跟非常低 VLDL是very very low density very low 那介於這兩者之間的 叫做IDL Intermediate LLDL 那要降低膽固醇的話 LDL是好的 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先順便 剛好這邊 有點像同一片的聲音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容易還有交體的 這個部分 先跟大家介紹到這邊 你們可以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上的內容 翻到課本一下 十七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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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百五十一頁 好 這邊都是在討論 我們剛剛今天講的這個 容力的部分 十七張 十七支一 十七支二 在八百五十三頁這邊 就是討論它所涉及到的熱力學 那因為現在大家熱力學都很厲害了 對不對 那所以這邊對你們來講 應該一定很簡單 簡單來講就是這三個步 三個步驟 它這三個步驟所涉及到的熱量變化 而且它這邊講的其實不多 你看一下八百五十五頁 你看一下八百五十五頁 Delta H Solution 就是這三步 那 課本它這邊有很多文字上的敘述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在課堂上面跟它講 它在發生的這個 把容脂容脂容脂 容脂容脂 拉開 脊容力的這些敘述 十七支三 在八百五十八頁 有哪一些因素會去影響到溶解度 還有溫度以及壓力的效應 十七支四這邊 開始談到了溶力的蒸氣壓 八百六十四頁這邊 八百六十四頁這邊 蒸氣壓這裡 還有八百六十六頁看一下 非理想溶力的時候的情況 十七支五是談到剛剛講的肺點上升 跟溶點的下降 好 然後十七支六支滲透 還有滲透壓 好 然後十七支七是那個 藝術性群 好 十七支八是膠體這邊 好 那個平堆的效應 好 所以這個就是十七張 核融核核裂結 還有核化學 核化學跟化學反應的比較差別在哪 核化學反應 核化學反應 涉及到的是原子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 那核化學呢 核化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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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化學的圖化學